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人生中,家务事是最难处理的。 因为是亲人,是亲戚,是有血缘关系的人,往往无法一刀两断,更难以隔断这层关系。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遇到好的家人。 然而当你遇到的家人,亲戚对你真的不好的时候,你的包容和原谅也无法换来他们的纠正。 而且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,毫无亲情,做出来的事情,已经干扰到你正常的生活,甚至是让你无法安心生活,你就应该狠心起来,好好处理。 所以,家人变得自私自利,毫无亲情,这样处理,你就赢了。 一,平衡他们想要的利益。 当家人之间,出现了自私自利的人,那么他们就会为了钱财而丢掉了亲情,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算计家人,早已变得非常陌生。 欢乐送中的于初辉,他的父亲跟舅舅打架,两个人都住进了医院,而父亲的医药费是姑妈垫付的,而姑妈和舅舅都来找于初辉要钱。 于初辉知道,舅舅一家和姑妈一家都打算吃定他了,但是他没有给钱,而是叫他们问父亲要,因为这个父亲也对他来说,如同断绝关系一般,不值得他付出。 而且,他父亲就是一个无赖,不值得同情。 于初辉面对他们的干扰,请了律师来帮自己清理这些人际关系。 不想他们再打扰自己和母亲的生活,因为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,以前他的妈妈被父亲毒打的时候,他们视而不见,如今一有事情就找他要钱,他才学会狠心起来,让他们自己找父亲要。 如果父亲没有钱,那就叫他卖掉房子,他和妈妈都无所谓。 于是姑妈和舅舅一家,就开始想着如何把房子卖了,然后拿到钱。 如果现实生活中,你的家人之间为了钱财相互算计,你也不必再顾及亲情了,理智处理,为自己清理好关系,不往来也无所谓。 二、降低期待,保持距离。 当你被家人伤害太深,那么你就要降低对家人的期待,保持距离。 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伤害了你,做出损害你的事情来,那么你也不必再心软了。 于初辉把母亲接来上海后,还让母亲跟父亲断绝了联系,于是他那个无赖父亲找不到。 他妈妈就怂恿了一群人过来于初辉的公司闹,让他要么给钱,要么让妈妈回家伺候他。 于初辉两样都做不到,狠心拒绝,然而被父亲打了,还进了警察局,甚至阿初狠心起来把父亲的所有罪行都想告诉警察了。 但是父亲依然不知悔改,还是要敲诈他。 当阿初的朋友想出了办法对方他父亲的时候,父亲听到阿初欠债了。 被债主找上门来,于是就慌忙而逃,连要都不要了,直接打车走,这一幕彻底寒了阿初的心,彻底要跟父亲划清界限了。 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情来,都不管他的事情了,阿初决定跟父亲保持距离,不再往来,也不会回家看他,更不会赡养他,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,更不配为人父亲,为人丈夫,所以阿初恨他,也不会再让他来打扰自己的生活了。 三,少管亲戚闲事,过好自己的生活。 当你的亲人,对你自私自利,做事情只为自己,甚至是为了钱财而出卖你,那么当你看清之后,也不必去管他们的事情。 当他们遇到什么难事了,也不必去搭理,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感激你,你尽管静静地做好自己的生活,不掺和,不操心,随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,你也管不了, 更不要去管。 自私自利的亲人,是没有好的亲情的,满肚子的坏心思,总是敲打着小算盘来得到利益,占你便宜,消耗你的善良。 当你的付出和善良,都得不到感恩的时候,那么你也不必再心软了,狠心起来,不理不睬,走自己的路,过自己的生活,轻松自在,才是人间清醒。 一个家庭,想要拥有更多财运,离不开全家人的努力。 当一个家庭,有一个人做事不干净,为人不干净,惹上肮脏事,这个家庭注定没孕缠身。 大家要知道,家里三个地方保持干净,财运就来了,反之财运走了厄运来了。 一、关系干净,人和人的相处要干净坦荡,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,不要为了一点利益就算计他人。 关系不干净的人,常做坏事,时间久了,他们会自食恶果。 你要相信,人在坐天在看,你怎么对待别人,世界就会怎么对待你。 今天你算计他人,有一天会有人来算计你。 还有一种关系干净是不搞外遇,不伤害夫妻感情。 一个家庭,夫妻感情不合,这个家庭走不长远, 连带着还会影响孩子的气韵,让孩子越来越倒霉。 二、人品干净,一个家庭,每个成员都要成为人品干净之人,不要做恶事坏事。 家人之间相互影响,有一个人做尽坏事,会影响另一个家庭成员的三观, 还会将厄运带回家,影响其他家人的运势。 家里只要有一个道德败坏的人,整个家庭都会倒霉不断。 因为道德败坏的家人做坏事,连带着会让人们对这一家人都没有好脸色, 有朝一日整个家庭会遭到报复。 为人父母,要以身作则,做一个人品干净之人,带着孩子也成为正直,干净之人。 这样家庭风气良好,财运就会找上门,日子越过越富裕。 三,做事干净,做事要坦荡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,一定不能做。 一旦一个人做事不干净,留有把柄,就会给家族引来灾祸,让其他家人跟着一起遭殃。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,觉得自己偷偷做坏事,不会被人发现。 你要记住一句话,不是不报,而是时候未到。 今天你做事不干净,伤害了其他人,你没有遭到报应,是因为报应可能会降临在你的后代身上。 四,环境干净。 首先,家庭生活环境要保持干净,不能拉里拉他,不然会影响别人对你们的看法。 勤做家务的家庭,生活环境干净,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,人的心情会变好,心情好了,做事顺利了,自然更容易赚到钱。 反之,家里拉里拉他,说明这家人不够勤奋,大概率很懒,想要发家致富就很难。 其次,环境干净还指的是家里来的人干净。 不要和小人做朋友,会坏了家族风水,引来祸端。 一个家庭想要赚钱,就要多和能帮到我们的人交往,比如人品好,有道德的人,做风干净,为人讲理的人等。 一个家族,想要走得更远,拥有更多财富,请确保全家人做事干净,人品干净,和其他人的关系干净。 结交的人脉干净,干干净净做事做人,财运自然会来临。